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蓝轩时间 那今天的话是清明节的廉假 也是我们以前的所谓的春假 每次春假的话 我记得我们家小时候都会出去野餐 出去玩 有一个短短的小旅行 所以非常非常的难忘 一听到春假觉得好开心 好那现在的话没有叫做春假了 就是清明节的廉假 而今天的话是儿童节 四月四号儿童节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呢 就是跟儿童节有关的歌曲 是来自于呢 谢兴止所演唱的勇敢试试看 就有点像个儿歌啦 所以呢希望让大家呢 今天儿童节开心 不管是大小孩小小孩都很开心 好那今天呢 现场邀请到的是大小孩 沈云聪 大家好 儿童节快乐 对儿童节快乐 对 那今天那个是歌再唱一句吗 唱一个完 唱一个完整版 完整版啦 完整版不会 你们没有唱吗 我第一次刚刚 清理汉我在读 四月四号 好像是这样唱吧 你唱的不错 然后就忘了 还是四月四号是过清 我忘了 到底是哪 快点 是什么结局啦 开车再会这样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赖 赖庆祝 是这样 我真的忘记了耶 跟小时候 小时候的儿童节 在国小学校 就是小学的时候 他们发 发饼干 有没有 有没有 有了有了 有吗 发饼干 现在的小朋友有吗 我会发礼物 儿童节礼物 就有点像是那个更大包裹的就是了 福袋之类的 好吧 小时候觉得 哇有饼干好稀奇 就好开心了 因为现在吃饼干太多了 凡事只反应太多了 不能吃 在小时候 那个年代 其实吃饼干是奢侈的 对 你现在想慢慢想起 小时候和儿童节 真的要送去学校 对啊 那好期待 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的饼干 印成各式各样的形状 在我们学校发的 公园国小 台南市公园国小 发的饼干 是里面有好多 比如说动物的形状 比如有什么鸡啊 嗯 狗狗啊 一只小熊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我完全想不清 但是我小时候只记得 隐约记得有 这么一件 一件事情 真的 OK好吧 那可能在表年纪还不算大 哈哈哈哈 不是吧 年纪大的人 他的小时候的记忆会越来越清晰 不是吧 哈哈哈 是这样的吧 OK好好好 言归正传 言归正传的话呢 今天呢 呃这个我们的 经济学人杂志 差点讲不出来 因为还是一样满 满满满 满严肃的话题 坦白说啊 这虽然是在清明假期 但很很重要的话题 就没中 OK好所以呢 这个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 画了一个 擂台赛的感觉 全集擂台赛 这个塞姆大叔 打跟这个熊猫对打 哈哈 然后呢就讲到 American 跟这个 China之间的 战事 战况 It's worse than you think 就冰箱都还糟糕啦 所以呢 整个的情况 嗯 就显然的 就是会 打到底呢 打得很凶吧 嗯 看这是 就是经济学人一个月 甚至另外一次把 把中国问题 放到他的封面故事上 我觉得很明显的是 他们 呃 应该也很 真的很重视这个话题 嗯 否则其实过去 这一个月全世界 发生这么多重大的事件 嗯 企图银行啊 美国危机啊 哦 这些他都没有把它放到 封面故事来 可是问题是 很多的 我们谈的事情 背后都是美中啊 你不觉得吗 他只不过把后面 这个银武者 后面的一个背景因素 大背景往前面推 把布景推到前面来啊 嗯 对啦 可是因为中美这个事情 是持续进行中 而且最近老实说 也没有什么特别 重大的事情 除了像裁判防备啦 嗯 之外 其实 马英九去中国啦 但以之外 也没有什么别的 重大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时候 要把它封面 今天站咯 嗯 有关于什么 埃斯摩尔荷兰的那个啦 包括日本韩国啦 这些 但他这一体 这个封面 不跟半导体 又无关是不是 没有关系 OK 为什么他要做这个封面 然后你可以看到 那我知道了啦 我觉得应该还是跟伊朗啊 沙烏地亚拉伯 然后呢 习近平出访 而且你看最近习近平在 他的先前 先前还到了莫斯科 现在接下来 他现在在 在他的老家 接近一大堆 重要的世界重要国家到访 其实这真的是 你看到的不是那些什么 普通的什么小国啦 或者大家印象中的 是属于那种 美俄集团里面的 那个什么 什么白俄罗斯啦 就是那个 一些想象中的 什么非洲国家而已 不是喔 这次都是什么欧洲的国家 像先前是德国 现在是 此时此刻 应该刚刚这个西班牙的 总理才离开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又是马克宏 还有范德莱恩等等 就大概落益于途啊 而且他现在才刚刚 举行的 就是在上个礼拜 举行的一个 经济高峰会议 另外一个是博鳌会议 里面的话呢 像是什么 库克啦 就是那些产业 全球产业的那种大鳄 都到那边去了 什么高通 什么AMD 连IF也去了 所以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局势 中美之间不紧绷吗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给你看 这是过去这四期 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 这四期从3月11号 18号 25号到我们接下来聊的 这一期当中 四期当中 这有三期 把焦点放在中美会论 要不是美国发生 矽谷银行事件 他在3月18号 做了一个 关于美国银行业的专题之外 其他的 他基本上都眼睛都在看见 是不是 是这样子 3月11号 大家如果还记得 我们谈的是The Struggle for Taiwan 把台湾放的封面故事来 再来是上个礼拜 我们谈The World According to Sea 习近平的世界 对 一个红色的星球 外面让了好几个卫星 接下来这一期 他又把焦点放在中国 和美国的这个较劲 那他这一期的 主要的重点 直接先跳了结论 他认为中美的僵局 看起来比大家说想象中 还要来的糟糕 好 那为什么他这样讲 好 他分两方面来说 首先对美国来说好了 他说呢 美国在他看来 已经实时上展开了 冷战时期的 所谓唯独策略 虽然他口头上不承认 那为什么美国 现在要对中国展开唯独呢 是因为美国认为习近平对西方非常不友善 然后又想当皇帝 看起来会一直执政下去 那美国不行啊 一转头自己 又是川普又是拜登的 再来当然从过去 萨加拉伯拉跟伊朗建交事件 以及去跟普丁见面 很明显的中国是要打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很明显的是要取美国而代之 那美国怎么可以 可以让中国做这件事情呢 所以经济学人 从经济学人角度看来 美国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呢 要拖慢中国的崛起脚步 设法让西方国家 可以继续的保持领先 其他概念就跟半导体概念一样 因为半导体的话呢 你很清楚的这个先进制程 那他们在讨论先进制程的时候 也都在谈到说呢 这个先进制程 好歹要维持呢 跟中国大陆呢 要五年左右的这个 拉锯 这样子的一个差距 那算整体国力也是嘛 对不对 这也就是说 如果美国基本的策略 是这样子想的话 那么千万不要以为 接下来2024 如果拜登不选了 或者是选输了 换一个人上来 美国的这个路线 就会改变 嗯 大家也不要低估了 现在剑拔弩张的 很多的说法 谈话 拜访 动作 只是 某种的做做样子 不 他看起来是 蛮坚决的 要完成这个目标 嗯 所以这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那美国这么做 经济学人说 看在中国眼中 当然很清楚的 第一个 从中国角度来看 美国本来就是不容挑战的 不管这个挑战他的国家 是民主国家 还是共产国家 现在这一次只是碰巧 刚好中国是极权国家 所以呢 极权国家 跟民主国家 跟开放世界的战争 会变成主打的主轴 但实际上 在中国认为 你美国你就是看不 就是容不下 另外一个来挑战你的人而已 是啊 我们这个礼拜四会 蓝宣选书 会播出晶片战争那本书 那本书的话呢 在最近全世界都讨论的 非常的夯 他里面就特别讲到 就是他要你回顾历史啦 这个当年的美苏 再来就是在1980年代 美国一棒 把这个日本打扁 基本上都是因为这样子 他们都挑战了 美国的领先霸权 那更何况现在的中国 没错啊 然后现在 就对中国采取围堵政策 在中国看来也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呢 中国就说 你看嘛 我们从人均GDP来说 中国还不过就是 美国的可能八分之一不到 其实就 美国比中国高出了80% 所以凭什么 对一个这么 人均所得低的国家 采取这么致命的手段 他就要你维持在百分之八就好啊 也就是说 在这种双方 这么南辕北侧的情况下 大家不要太天真的以为 当然接下来中美之间 会有很多的外交动作 但他经济权这一期专题 需要提醒大家 不要很天真的以为 光靠外交动作 就可以消弭中美之间的 对峙跟紧张的状态 相反的 要知道 中美现在的态度 不是只有执政者 这样子想跟这么做 事实上 你不管在中国做民调 你在美国看民调 美国就是很多人 现在对中国非常不满意 非常不爽 觉得很支持政府 所以在美国 虽然是两党共和 民主共和两个炒飯天 可是对中国这件事情 大家是方向一致的 当然在中国更不用说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从上到下的 中国都是美国为敌人 从上到下的美国 也是中国为威胁的情 你说怎么可能 这个将局 可以在短期内 容易打破呢 对啊 我觉得他为 目前在做的可能的 一些交流跟互动 就是避免爆发 第三次世界大战吧 其他的部分的话呢 这一场斗争 是真的还蛮长 也蛮持续 还蛮全面的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聊了另外一次相关的话题 马上回来 好 回到蓝轩时间 就是和陕云聪聊这一期的 经济学人杂志 所以经济学人杂志 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呢 讲到这个熊猫跟这个 山姆大叔大战 然后事实上如果说 我们现在每一天都还是 蓝轩看世界 这个在每一天 YouTube直播 11点或是11点半 这个时间有点点弹性开始 我们其实就一直在focus 这个国际新闻 中间就有讲到 习近平真的 我之前 这件事情 我觉得让大家 有点点刮目 或者说没有特别预想到 就是说他的第三任期 大家只想到说 他这一场仪式性的铺牌 就是他延长的任期 但他延长这个任期 目前看起来我觉得他是有备而来 他每一个步骤 他几乎是非常有节奏的 一个一个的推出来 这件事情都不会是 突然之间发生的 你说伊朗跟沙烏地亚 不会可能突然发生 他跟莫斯科之间 他要去造访 他也不会是突然之间想到 尤其是欧洲国家 他要跟欧洲国家 采取什么样的战略 什么交往的方式 然后怎么样的能够邀请他来 让这个气氛得以转还 其实他都在他 这个 一登机 就仪式一完成之后 一个一个就是循序渐进 这点其实我相信 如果我是美国 我也会非常紧张 应该也不是 从第三年就开始了 其实早在他上台的时候 也许就已经有这样的布局 可能 早在川普还在当总统的时候 波折很多就是了 情报上可能就已经显示 中国要怎么做 所以那个时候 就已经开始动手了 他们当时就已经发现 人间太误判了习近平 原本觉得他应该 哇他带过西方 你看 他在埃娥瓦带过一阵子 对 对 他觉得应该是 可以很容易的 被我们收买 结果发现 而且他先前的时候还会 我觉得他先前还讲的 比较和缓 比方说什么太平洋之大 永乐下两个中国 后来还讲到说 世界之大 永乐下两个 两个强权 他现在这一次 第三任期上来之后 他已经挑明的批评 美国啊 美国霸权 美国歇斯底里 不是他讲的啦 但意思也差不多 就是他认为美国 就是拉帮捷派 美国自己才是霸权等等 所以我觉得他的第三任期 其实那个态度 我觉得那个态度 那个要跟美国 一较高下的态度 要自己走自己的路的态度 我觉得是很清楚的 OK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聊的 这个话题 也跟他的走自己的路有关 对 我先补充一下 刚经济权这个专题啊 他其实有个结论 也不叫结论 他最后有给西方国家 所谓的开放社会 三个建议 因为他觉得西方社会 现在跟中国打交道 跟跟着美国 要一起对付中国 围堵中国的时候 要秉持三个原则 那三个原则呢 大家听听看 第一个 在经济上 尽可能的 不要脱钩太远 为什么 因为在经济上 脱钩太远 你切得太开 代价是非常高昂的 因为根据 国际货币基金的推估 全球GDP很可能会 因为中美的脱钩 这个经济代价 现在当然没有办法 很仔细的估算 但是估计 好一点的状况 影响是0.2% 严重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7% 所以其实这个伤害 不可说不大 如果你现在继续 要这样子搞下去的话 所以经济学人说 比方说很多事情 就我该做的 例如像禁运 你就不能包山包海 把范围拉的太广 相反的他建议美国 应该锁定少数关键的科技 像现在锁定的半导体 半导体制程上的 这些基本设备 是OK的 但不要再殃及更多 比较不是那么重要的产业 这是他给的第一个原则上的建议 第二个呢是他建议美国 要尽可能的降低战争的风险 尽可能的降低战争的风险 尽可能的降低战争的风险 是吧 据讲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对 尤其是以台海问题来说 能拖者拖 而不是刻意的去引发 另一场战争跟冲突 变成敌人的样子 什么意思 就是相反的 因为你的敌人是个极权国家 你的敌人可以 可以禁止自己的企业干嘛 想要封锁别人家的公司 就封锁别人家的公司 这点提醒非常有意思 就是让他不要像是照镜子一样 现在已经越来越像了 是是是没有 所以他建议美国 应该坚持开放民主的路线 然后应该清楚 自己的敌人是中国的政府 而不是中国老百姓 所以最后是说 这场中美对战 他说不应该是武器跟晶片的战争 而应该是价值之战 他不应该是晶片之战 不应该是武器之战 而应该是价值之战 你刚刚这样讲 他这个提醒 因为老美已经在开始 搞什么禁令 搞补贴 那不是跟他批评中的 中国大陆一样的吗 对不对 好 那这个中国人涌向新加坡 这个是什么意思 对啊 他这集刚好 在中国栏目里面 有一篇小文章 谈到 其实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任何国家 我想都会有很自然的这种 这种人口的移动 所以经济权他就发现说 从2022年的数字看起来 全中国 他说有超过一万名高所得的人 离开中国到别的国家去 然后这些人呢 平均身价 平均六百万美金 你这样让我想到曹新城不是吗 之类的 但是其中他们 包括有去加拿大的 去美国的 去英国的 可是新加坡的占最多 所以生意更好做吧 限制比较少 很多原因 包括因为第一个 新加坡本身就鼓励 你们这些有钱人 是啊 抱着你们的钞票 投资移民之类的 所以税率相对也比较低 很低 所以那是当初 曹新城去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所有的环境都会比较好 再来呢 如果中年阶级 你们这些有钱人 也在乎小孩的教育啊 所以新加坡的学校 全世界排名也都是很好的 再来更重要的是 新加坡本来就是 华人文化背景的地方 其实对很多中国人来说 那是如鱼的 完全不用担心 英国英文不是很好 也没有关系 其实大部分的生活 大部分新加坡老百姓 就算看不懂中文 也会讲中文的 OK 再来 新加坡也因为鼓励这些 外来的有钱人 所以怎么样 他们有开发很多的 所谓的money management的产业 他们帮你管钱啊 帮你投资啊 等等啊 当然对中国人来说 更喜欢的一点就是 他的政治相对稳定 不像现在的美国 就在对华人很不友善 英国啦 很多白种的国家也都这样 新加坡目前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有一个这样的现象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是 2022年的数字 精神说 根据估计 2023年还会更多 OK好 所以呢如果说美中之间 有所谓的价值跟制度之争的话呢 这样的一个君子之争的话呢 倒是对双方都有一些呢 可以提醒跟注意的地方了 否则的话呢 大家也会用脚去走路的 去投票的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回到来讯时间继续和沈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好接下来 好吧好吧千歹歹逢个机会 对对对 看我刚刚广告时间笑死 对啊我觉得他不早点笑 早点笑他那个笑法也实在是太开心了 很少看他那么那么的开心 真的 原来我讲错一个几个字 就让他那么开心 用脚投票 用脚走路啦 好我们接下来要聊这个伦敦市长 对车祸死亡的林荣忍 这个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来谈一个 一个 不过等一下先讲这个 现在伦敦市长是谁啊 自从那个 那个他们英国首相 对对对 教程之后大家就问 就不太知道是谁 对啊就不太知道 伦敦市长是谁了 KHAN KHAN 是不是 我想起来了 是中东一的是不是 是是是 但其实他不是重点 不是我应该要讲的重点 对 我要讲的是 他的政策 他所提出来的政策 我觉得很值得讨论 太忽略这件事情了 以去年的数字来说 全伦敦 整个伦敦 整个伦敦 统计下来 有101个人 成为轮下亡魂 就是因为车祸 很老派的用 我想你要讲什么 是用脚走路吗 我就有 有深度多了 我会用成语 轮下亡魂 轮下亡魂 以前报纸都有这种 标题都会这样子 对啦 好啦可以很有学问 总之简单讲的是 倫敦去年有101个人 因为车祸而死亡 好吗 这直接多了 可是 市长非常不满意 因为他喊出 车祸死亡零容忍 所以这个英文我们叫做 Vision Zero Vision Zero 他希望可以在2041年 为什么2041 不晓得 伦敦的车祸死亡人数 可以降到零 那 可是有点天方夜谭 但至少 有一个目标嘛 有一个让你很高南部 要挑战的目标 那我再有一个方法 通风采用大动交通 接运系统 是 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策略 这倒是他们的目标 其实是这样 因为根据看的目标 到时候呢 他希望到2041年 伦敦的主要的交通工具 使用移动的方式 有80%是靠 你刚讲的公共交通工具 脚踏车 以及步行 对啊 如果这样的话就很难 就算发生车祸 小大车也会撞到人啦 但那个车祸就不大就是了 就不会是轮下亡魂 嗯 是不是 是不是 有没有讲的比你好一点 这个好 好 所以Vision Zero这个概念 我觉得很值得大家 多花点时间去思考 跟他去讨论 那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 瑞典在1997年左右 就提出来的 那因为他实施的成效非常好 所以 所以 这是为什么萨利康克会想要把他引用到伦敦来 作为伦敦的施政的目标 因为啊 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都一样 包括瑞典在内 瑞典从民国 什么民国 好 七人 我们自从 从脚走路之后就开始演唱 瑞典也是民国国 好啦 瑞典从1970年代以来 嗯 车辆都暴增 增加了两倍以上 最近你可以说到马英九影响我在讲 可是 可是 在瑞典啊 他的车祸死亡人数 到了2020年以前 2014 15年左右 一口气降了80% 嗯嗯 2013年的数字啊 全瑞典的车祸死亡人数 只有264 平均呢 每10万人只有3个人 嗯 每10万人只有3个人 大家知道是多么高的成就吗 嗯 以欧洲来说 以欧洲同一段时间来说 欧洲平均呢 每10万人是5.5人 嗯 将近6个人 所以等于是他的一倍 这还只是欧洲 嗯 美国更糟 我们都知道美国很爱开车 美国在同一段时间的车祸死亡人数 是每10万人 11.4人 嗯嗯 欸 那台湾呢 台湾不知道我觉得台湾应该 那段时间我们去查这个资料 嗯 但是我知道 同一段时间全世界车祸死亡人数 最严重的国家 嗯 叫做多米尼加 多米尼加是每10万人 40人 嗯 嗯 是他的10倍以上 嗯 对啊 而且还不只是说那个 你说私家轿车 这个轿车 其实摩托车也是啊 台湾尤其摩托车 是 很容易发生车后 尤其年轻人 对不对 嗯 我们比较常见的是 包括还有酒驾 嗯 然后半夜 清洁打扫的人 就这样被 被视线不好等等 那以瑞典当时 他就推出了一些政策 其实我们后来台湾都有在用 包括第一个市区的速限 嗯 嗯 再来 呃 人车以及四轮跟二轮分道 嗯 这个我们台湾也在做 嗯 再来瑞典当时也盖了很多 例如行人天桥啦 嗯 我们的所谓 那个叫什么 中文叫Speed Bomb 中文叫 那个 就突出来让你 我知道 让那个车辆减速 好像就叫减速 减速 减速什么东西 反正大家知道 对 再来呃 严厉的取缔酒驾等等 就这些有些我们台湾过去 也都一直在努力 嗯 只是我们没有很具体的 呃 有在讨论所谓的vision zero 嗯嗯嗯嗯嗯 这个概念 就没有地下那么严苛的标准 也没有那么的呃 呃 执行的手段这么的 呃 而且每个社会 每个城市可能状况不太相同 嗯 你看比方说我们之前讲过 呃 因为我们台北来说 他们就同意发现 半夜啦 酒驾啊 是是高危险 嗯嗯 所以我们才会这么严厉的 取缔酒驾 嗯 那在伦敦他就发现啊 呃 路口路口的交通 是是很很很严重的 死亡人数的的 死亡人数之所以这么高的 重要的原因值 嗯 所以他们加强 在在路口上去做各种的警示 嗯 因为他是高风险区嘛 比方说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叫做是大英博物馆附近的一个路口 嗯嗯 不晓得为什么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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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们陆陆续续刚刚讲的就是 这几个政策 那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vision zero 如果 很值得大家推广啊 嗯 每一条人命都很重要 嗯 嗯 是啊 而且你不敢从 都市计划的角度 环保的角度 嗯 包括你刚讲人命的角度 其实都都是 都是很好的 就是说当你如果规划一个未来城市 然后他可以因为交通工具的改改变 因此让更多的空间 可以让出来给行人 给一些你重新计划的可能性 嗯 然后呢让车辆排放的污染变得更少 让人们更健康 我觉得确实是是很好的 嗯 很符合这个时代的趋势了 坦白说 只说要不要立定这样一个目标 其实经常我觉得直断的是这个样子 你有心你就会做得到 当你不立目标 你可能就按散散买买 就像喊口号一样 对对 你刚刚讲说 零 零容忍很难做到吧 是 我就想到当年那个黎智英刚开始来 来搞一周刊的时候 嗯哼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因为我自己在做杂志 我印象就很深 他喊出他要20万份 的目标 20万份 嗯 然后当时有人说神经病 当时台湾最畅销的杂志 也不够是五六万 可能都不到十万 我跟你说超过一倍 这么可能做到嘛 但当时我还记得那个 张文师跟我讲 林智英喊这个目标是对的啊 嗯 他就算只做到一半 他都是全台湾最畅销的杂志 嗯嗯 我说是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这个零容忍 他就算 呃没有办法真的做到零 可是他如果能够有效的把死亡人数 从两百人降到一百人 再从一百人再降到五十个人 哇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嗯真的是这样的 OK好那如果是这样子要降低 这个车祸的话呢 降低车辆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呢 如果这个车子让AI来开 是一个可以 让这个零容忍更早 达到的一个可能性吗 我们待会来聊聊AI的时代 拿上回来 好回到来一圈时间继续和沈云聪 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啊 那我们刚刚查了一下啊 这个在台湾的话 我们刚讲到这个车祸的死亡率啊 呃在去年的数字是三十万件当中 嗯有两千五百多个人 超过两千五百 死亡欸死亡 所以算一算的话呢 台湾的人数哦这样比起来 大概就是每十万人是十个人死 嗯超过 对不对超过 嗯所以跟美国差不多 哇 嗯所以事实上其实 嗯嗯是啊好 所以呢其实好 所以呢对于台湾的很多的城市来说啦 我们刚刚讲有非常多的理由都可以让啊 这个整个的都市的计划 往尽可能啊 这个降低车辆 降低车辆的呃造势啊 这个方向去走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AI AI最近这个话题热热翻天啊 那我们呢 节目里面当然也就是一直都有在follow啊 这个从这个OpenAI 这个ChadGPT到这个ChadGPT 现在已经到了第四代啊 这个叫做GPT4 然后的话呢 嗯就是他现在从原本输入一些文字 到可以语音到可以输入图像 那生成出来的东西呢 除了可以生成论文 以后不用操 嗯 接下来还可以生成图表 还可以生成画作 生成音乐 我想这个部分确实啊 就对我们的生活应用来说的话呢 造成相当大的一个 呃你可以说是一个大力多 然后但是呢 也会造成非常大的隐忧 好所以呢 这个话题真的是很行 而且最新的是 呃在过去这个周末嘛 呃显然的哦 有一群也是高科技的巨头们啊 呃我真的不晓得他是因为 呃商机 心里头背后有这个商机的考量 还是纯然的就是因为他可能 未来担心这个机器人统治全世界啊 还是会引发什么样的负面的效果 总而言之马斯克 这位呢 呃这个超大嘴巴马斯克 他就是跟一群啊 这个包括苹果的创办人啊等等 他们就出来啊 这个发表一个联合声明 呼吁啊 这个ChartGPT呢 先暂停研发六个月 啊 所以希望呢空下这个时间呢 去制定一些呢 他的一些安全啊 或者降低负面的冲击的一些机制啦 所以会知道说这个话题真的是 嗯代表他这次真的是来碎汹汹 嗯 呃 关于AI这个议题啊 我相信我们未来 几乎可能每隔一段时间 都都会谈到 嗯 我相信未来对经济学人来说 可能每个礼拜都会有一篇跟AI 整个产业相关的文章 嗯 那大家不要看久了就觉得逆 因为他的确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展 嗯 其中一个重大的发展 就是刚刚你讲的 马斯克他们最清楚提出来的警告 嗯 那这个警告其实 呃 他不是现在才讲出来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最近不是那个Chart 你刚刚讲的ChartGPT 嗯 背后那叫OpenAI 对 那其实马斯克本来最早就是投资 他的创办人 嗯 那后来分开当然有很多的原因 我们外界现在也都是用猜的 但是 就是我其实在这个事件之前 就已经听过马斯克在一次的访问里面 呃 有访问的人就问到他对AI的看法的时候 我在那一次的对谈里面 就已经听到他这样子讲了 嗯 就是在这一次的ChartGPT 呃 推出之前 嗯 他当时就已经提出这个想法 嗯 因为有人就问他说 哎你对AI的看法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嗯 那然后大家也都知道 他已经退出OpenAI 对 那他当时其实就是说 他就是 我不晓得啊 就我当时觉得他谈话还蛮诚恳的 就他真的很诚恳的 就说 他他一直觉得 呃 AI的发展速度太快了 嗯哼 他说他当时跟OpenAI的团队说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快 嗯 我们应该先解决好周边的其他问题 嗯 然后再再推出 嗯 更小心的去处理这个科技 因为他认为 这个科技未来对人类所 对人类对社会所带来的伤害 是非常大的 你可以讲他的影响是颠覆性的 所以如果说他没有一个 呃 世界的规范 跟把这个事情想清楚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伤害是很大的 嗯 不过我对 但是我跟你讲啊 你在讲这个话说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 这个他提出来的疑问是真实的 就是很很重要 但是你说马斯克这个人是不是诚恳的 马斯克的一些商业行为 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奇才 但是他并没有那么道德性 嗯嗯嗯嗯 所以你说他的推特 他要去买推特 他他对推特 他对推特的一些言论 所造成的仇恨 这些重吓去伤害到的一些人 跟伤害到的民主 他在意吗 他也不在意啊 所以你说他这件事情 有那么的高举这个 道德那个 我觉得 我觉得他不是道德 我觉得他不是道德 他是疯狂的没错 但是我认为他对生意 这件事情是诚恳的 哈哈哈哈 就说他对于什么样的生意好做 什么生意不好做 什么生意 像推特他自己老实说 我觉得他就承认他买贵了 他也是他躺了一趟浑水 他也是他自己被被求求的很很大 但就AI的这件事情 我想我们大家都感同身受 其实其实 我第一次就不以人废言啦 我只要这样讲 而且而且他 但是很奇怪的是 他提出了建议 就很很很无言 怎么可能暂停 暂停六个月 然后呢 不是我相信他真正的意思是说 对于科技这件事情 我们的法规 我们的制度 我们的管理 永远是落后的 也因为落后 我们会形成了很多的问题 我们往往是等问题发生之后 甚至是严重恶化之后 才回头去不破网 你看哪里指AI 我们回头看智慧型手机 现在有多少人因为智慧型手机 而浪费生命 而上瘾 而妻离子散 而小孩学习能力不足 这些问题难道不是应该在智慧型手机 刚开始出现 甚至还没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有某种的讨论 跟做好准备 就这个智慧型手机 我举例来说 比方我长期来就认为 智慧型手机 是儿童不移的 举个例子来说 我觉得他应该跟香烟一样 比方说18岁以下 不得拥有智慧型手机 政府应该立法来管理这件事情 举例来说 因为我们缺乏这个危机的意识 以至于我们今天很多人 很多小孩 就因此而成为智慧型手机的奴隶 社群媒体难道不也是吗 再往前推的网际网路 难道不也是吗 可是我们再一路过来 我们受惠于这个创新 所带来的方便 跟经验 跟庞大的娱乐 跟学习的效果 让我们愿意去付出 没有管制的代价 所以走到了今天 但是重点在于说 你说像这个智慧型手机也好 网路也好 当它在诞生 在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同时 没有这些呼吁 稍微有一些规范 有一些管制的声音出来吗 也有啊 只是说这很难形成共识 所以我就觉得对马斯克来说 我刚刚讲不以人非言 意思是说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 只是说 他到底是不是真心诚意的 这样讲 还是说你快点 因为他们现在跑好快 这个微软 所以呢你先停个半个月 让我慢慢追 我心里有 有非常这个 以小人之音度君子之父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就像刚刚讲 停半个半年 这个方法对吗 还是说你边走边做 而且终究共识怎么形成 我觉得这是一件 非常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先休息一会儿 再回到现场 好 好 回到来宣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 聊聊这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那接下来聊就这个AI 这个ChatGPT 好 那所以呢 所以这一期经济学人 有一篇文章 他这一期锁定的焦点 是让我们看到了高科技股 现在大家都不敢错过AI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看到了 Nokia死在沙滩上 我们看过Motorola Blackberry死在沙滩上 更早的柯达也死在沙滩上 为什么 因为他们忽略了新科技 所带来的迫害性影响 所以这一波 就算他们落后 他们也不敢轻易的放弃 所以经济学人这篇文章 帮大家整理了一下 尤其是全球五大科技股 就我们说的妈妈概念股 在2022年 总共投入了R&D 研发的经费 高达2230亿 相较于2019年的1000亿左右 你看多了一倍以上 如果外加1600多亿的资本支出 加起来总共已经占了这五大 高科技巨人的去年营收的26% 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 当然这当中不是全部都投入AI 可是AI绝对是里面最重要的项目 那用这些钱来做什么呢 当然做几个事情 包括第一个买公司 所以2019年到现在 在美国这些被并供的企业当中 每五家就有一家跟AI有关 比如说这些大公司拼命的 在找物色有技术的对象 你这个技术不是我赶快想办法 把你买下来 再来第二个 挖角 争取人才 因为人知道这个时间就是金钱 他们早一点挖到重要的团队 那他们就多一分胜算 所以现在在美国据说 求财职务当中 你去看link in等等 十个里面至少有一个跟AI有关 这还是平均 过去如果你看在五大科技股的话 他们真才在AI部分的需求比例更高 这是真的啊 比方说我们在讲晶片所谓的摩尔定律 还是每两年它的速度 就是会可以翻一倍 问题是现在我们看这个TradeGPT 也不过是去年十一月开始上线测试 到现在多少应用软体 就每天都有人在推出新的 所以它的速度是真的真的非常快 所以我相信对于产业来说 这个给听众朋友的提醒是 如果你现在正在科技业工作 其实任何一行业都一样 举个例子来说 他说在link in 我们在美国很多人做link in的账户 但其实要刮脚啊求财 对比较是在职场上的一个人际网络 对金玄就发现 他说Google 你去看Google员工的link in上的profile 平均每六个就有一个 强调自己有AI的专程 所以如果你接下来要找工作 设法在你的履历表上加一条AI 这两个字 真的我很会写AI magic words 这两个字 我曾经用过AI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很会下决令 这个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大家提醒过 我会操作过什么样的AI 我问了好问题 让AI可以帮我做出一个很好的解答 我问对了问题 你自己很重要 或者现在几个AI很流行的平台 以前你就想我会用Microsoft Word 我会做PowerPoint 未来你可能要在履历表上加上你会使用 你使用过 甚至用这些平台 这些AI平台 完成过哪些作品 什么样的工作 解过什么样的问题 完成过什么样的任务 这可能会是你未来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很好的建议 Anyway 金玄你讲的这个现象啊 老实说也不是新 因为我知道AI 其实从二战以后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直都在发展当中 我们回到差不多五六年前 Google就已经喊出 Google要做一家什么公司 他要做一家AI first的公司 真的啊我都忘记了 然后其实不只是这个Google 微软啦 Apple啦 大家都一样 我们刚讲去年的投资金额大增 对不对 所以经济学院在2023年的3月 有这么一份报道 对不对 不我回头去查了一下资料 回头到我在2017年12月7号的那一期杂志里面 经济学院有一篇 几乎一模一样角度的文章 嗯 嗯 只不过在当时Facebook 还没有改名叫Meta 嗯 所以当时不是妈妈股 不是MAMAA 而是Pharma F4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当时经济学院就已经说 AI是当年当时最hot的科技类型 所以当时就已经提出了 能带来什么好处啦 会带来哪些风险 有有有有 而且讨论过很久 对对对就业的风险 隐私权的风险 竞争的风险 等等 今天这场战争继续在大 嗯 而且变得比较更加真实啦 我觉得就像是你刚刚讲到Meta Meta Meta就是脸书还没有改 就改成Meta的目的 也在于说它要去讲 有关元宇宙即将诞生 那为什么讲了诞生到现在还没诞生呢 它就缺乏一个杀手级的应用程式 我觉得它得要是 触到我们的生活的真正的日常 那其实AI也是一样 一直到现在 这样子的一个应用程式 它已经真的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 会进入到我们的职场 会进入到各个领域 所以这个时代 目前看起来说来临 是应该真的来临了 好 所以我们有机会的未来 都会为大家继续的观察 为大家做分析 好 谢谢沈云聪 谢谢 针对这个内容 你这个礼拜二 我还没有学 有小马哥说财经吗 还没结定 糗了糗了 我如果没有更新 伴奏大家可以去听几千的 听几千的 听几千有关于AI的吗 OK好 祝大家春假愉快了 春假也可以好好放松 祝兰学儿童节快乐 太开心了 永远儿童节快乐 拜拜 拜拜 我不喜欢的 快乐 相爱的 我 Whenever 没有事情 我要ズы 梦